我不是女人,是在我身邊戴著眼鏡,Ricka興,姓玲,我們叫他領Sir,你想我們怎樣叫你?Ricka? Ricka,OK,好啦,Ricka上來,其實今天這個節目,我想就不是一個廣告雜誌來的,是一個資訊性很豐富的節目,也都是很有趣味的節目,他就是代表這個目擊眼藥水,公司就上來去跟大家解答好, 很多問題的,OK,但是我們講這些目擊眼藥水之前,不用這麼緊張,首先,其實我就很失望,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每一次有嘉賓上來,我就很希望,就做些東西給他們吃,就像志雲飯局那樣,讓他們試一下我們的美味,然後呢,憑直著他誠懇的表情,那些網友看到他們誠懇,就會上來買東西,誰知道Ricka就跟我說,原來是吃渣的,那吃渣的故事呢,就遲些再說吧, 其實呢,我自己跟Ricka見過幾次面,開始有聊聊天,我覺得他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因為他做過領隊的喔,你知道我們很喜歡有一些行業,我們很喜歡問人的東西的,譬如你當過警察的,哇,你做騎士的嗎? 那你是醫生來的?那領隊好像,社會階層不是那麼強的,不是的,因為領隊他們看到的東西多,一定問他有沒有撞鬼呀? 其實我也問過他,有很多故事的,甚至乎他曾經帶個團,就出現有意外了,就有團走了,真的都很令人悲哀,但是那些也可以遲些慢慢講的,OK,好了, 但是呢,正式講這個,就是木經眼藥水,這個神奇的產品呢,其實每一天呢,去到第五節呢,我就都很hyper的, 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穩定了,大哥,但是特別是,有些我很喜歡的產品的時候呢,那我是零射,很慾勁的, 但是有時就不想阻礙節目的進度,有些網友都看到賣港,過去走的,那其實有幾個產品呢,在我內心裏面呢, 有時的網友上來,我都真的很想他們試下的,他們很多時候會覺得我,哎呀,想賺錢,其實我跟你說,賺錢就當然了,但是比賺錢再多一個層次,就是我開心share, 這個產品真是好啊,譬如,我馬來西亞那隻薑蒜草,這個是我很推介的產品,譬如說現在,我那隻蛹蟲帶, 還有有一隻,我未試用,那這個我不講了,你會知道,你給了我,OK,好了,還有這個,木經眼藥水,我真的不記得,我上個星期五開始滴, 我是短短這幾天呢,其實呢,我是完全呢,真是呢,感受到我自己的變化,OK, 那我想說一下呢,即現在我這一輪呢,我開頭先啦,我是怎樣認知你眼藥水的呢,其實就是我呢,因為經常會上網,就是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產品,可以介紹給大家,OK,那其實我大約在, 在年多之前,我就知道有一隻木經眼藥水,為什麼呢,我在一些網站上,看到有,其實是那些媽媽群組,有人在那裏說這隻東西,我這麼冷神奇, 喂,不好意思,我說了髒話,我這麼冷神奇,於是我就去,嘗試去接觸這間公司, 但是呢,其實我又不是很樂力的,即是不是說每一天,他叫我電話,但是呢,他們對我呢,就似乎有些保留,為什麼呢, 我不是他們一向,啊,合作開的商戶,我是網台啊,我不知道關不關政治立場事,那些,那些我不說的, 我純粹是說這個產品,但是既然他不是說,啊,即是這麼熱情,那我熱情都可能未夠,啊, 直至呢,在一個,即是我就沒有參加商會,但是我有一個supplier,他有去參與商會, 有一次說開,剛好得那麼巧,就是剛好得那麼巧,他說,喂,我們老友,木經,木經,我想一想, 這麼有印象呢,我說,是不是眼藥水,是的,我說,喂,行了,於是乎呢, 他就介紹了Wikker的形式,當然啦,我們當然是,最第一時間呢,就拿一支來試一下, 就這樣開始了我,就是決定呢,要加大力推這隻眼藥水,那這隻眼藥水呢, 有網友質疑我,我看著你那份,美國賣200元美金,歐洲賣100元美金,真還是假的? 真的,是真的,OK,就是可能是運費,稅制那些有問題, 香港他買得最便宜,五百八十元一支,算不算是全世界最高的眼藥水呢? 以理所知,目前來講,他的價值是比較,價錢是比較貴, 但是他的實際功效呢,是遠比他的價錢,性價比更高的, OK,你可以大聲一點, 老實說,五百八十元一支眼藥水,有多少大支呢?各位網友, 就是這樣而已,就是這樣而已,就是 regular的眼藥水這麼大支, 為什麼眼藥水真的這麼大支呢?為什麼呢?我想問一下, 因為他本身有一個規定的,因為基本上很多,市面上的那些都是十幾mil, 什麼V老毒啊,對,V老毒啊,諾敦那些,基本上都是十幾mil, 是的,就是規定用的,都是差不多這些瓶的size 有網友說,為什麼那個瓶不是滿,只有四分三的? 因為本身這個瓶是十五mil的瓶來的, OK, 因為衛生署註冊,他要求得很嚴謹, 我們裡面的眼藥水是十二mil, 所以他感覺上看起來好像是不滿, 實際上其實他是十二mil的, OK, 我本來這一節呢,我都會說一則新聞, 大家留一會兒再說,既然這麼不小心, 就開了波了, 喂, 我想說呢,我先說我自己, 很多網友,你們對眼藥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已經買了很多瓶了,你知道我買了多少瓶了, 很多網友呢,有些網友是買六瓶, 有些網友是買一瓶,兩瓶來試一下, 但我不要緊,因為我覺得你一定會回來的, 其實當日呢,我們在介紹這些眼藥水的時候, 我跟鄭介紹的眼藥水的時候, 都沒有用過, 剛好就是有個網友, 剛好就這麼巧, 他在外面跟十三妹聊天, 原來他們是用過的眼藥水, 然後我出去問他怎樣, 他就說他近市都沒有賣, 散光都沒有賣, 原來他是買來給他老爸滴那個白內漿, 但是老人家你知道, 有時候可以記得就滴, 即是那種, 那種, 於是他就不要浪費了, 大哥, 這麼貴, 他就自己滴, 然後他就發現眼藥水不累, 他就發現, 看起來這麼清晰, 於是他去驗眼, 誰知道那個視光師就說, 你玩東西, 因為是懂的, 喂, 你是不是做了一個Laser來的? 沒有了近視, 沒有了散光, 那是他親口跟我說, 我就更加立刻打電話給他, 其實那時候, 我說, 快點拿來給我試一下, 我沒有這麼神奇的事情, 然後我就再上網, 其實我上網的時候, 是那些媽咪群組, 那些媽咪群組, 我看, 不是啊, 那時候, 我不知道哪一宗事情, 有一宗新聞, 就說那些, 那些媽咪群組, 虐待一些, 好像說, 怎樣請賓妹, 印妹, 那些, 你知道我們常常會看那些新聞的, 然後到下面呢, 隔壁, 有一個說, 哇, 我近視都, 我滴完那隻眼藥水, 近視都好起來, 於是他們又有另外一個, 那我這樣, 即是, 其實這麼巧, 可以放進去, 然後我就覺得這麼神奇, 現在我說是很神奇, 如果是這樣的, 你不用做了, 眼鏡不用配, 那我們先不要想到這麼神奇, 我們一會再慢慢講, 但的確有人這樣講過, 所以我就是這樣, 那時候就去嘗試接觸, 我只是自己召喚而已, 去目擊, 怎麼知道, 都還沒做什麼功夫, 巧合你來介紹, 好了, 這個是緣分, 是的, 緣分來的, 這個目擊眼藥水呢, 各位網友, 我就遵從, 阿威卡, 跟我說, 因為我們當然要小心, 這麼貴, OK, 他說不是啊, 你開頭的時候, 無論你對眼, 你自己覺得你對眼有沒有事都好, 應該是開頭要更多一點, 那個是什麼道理啊? 因為呢, 他的原理呢, 叫做先依後養, 先依後養, 是的, 因為本身眼出現眼乾, 眼劫, 有紅筋, 發炎, 很多眼, 眼蒙呢, 眼蒙也是, 其實眼蒙未必是白內障, 未必是白內障, 但是就是眼蒙,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先依後養的原理, 足夠的量, 令到他的經絡通了, 是的, 這也是中醫的原始肌理, 就是五輪療法的肌理, 五輪療法的肌理, 這一個呢, 是中醫, 應該是中成藥的眼藥水, 是的, 那一會兒我們先講, 好了, 各位網友, 我聽他這樣講之後, 我說, 哇, 你這樣用一瓶, 一天滴四次, 一天滴多一點, 是的, 每隻眼睛三滴, 即是一天我滴六滴, 滴四次就是二十四滴, 那我一瓶飲五百八, 幾天就搞定, 原來可以用多久, 都可以用到兩個星期, 兩三個星期, 這樣都可以用到兩三個星期, 那當然, 你的滴不要太大滴, 是的, 真的不要咔嚇, 好了, 各位網友, 我很神奇, 我剛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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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賺你錢, 賺你錢是當然的, 開心share, 是找到一件好的產品, 找到一件好的產品, 跟網友分享, 那種, 不要說是功德, 有人說收錢, 就是不是功德, 那種開心, 你真是很難言語, 我老婆昨晚跟我說, 唉, 你猜不到, 其實我已經講了兩三月, 我不知道, 正在這個情況, 我這兩三月發覺, 我的眼睛很累, 之前我沒有, 尤其是會有刺痛點輕微, 嗯, 又不是很痛, 甚至是睡覺晚上的時候, 就是不知道怎樣, 怎知道在這個時候, 我就撞到這個木經, 而, 在短短的五六天, 我是沒有了刺痛的, 而且, 我看的事情是清楚了, 清楚了, 我不是跟你說的, 我敵完之後, 清楚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又不清楚, 但是現在我是敵完, 其實我早上出門口九點, 一時敵, 大約下午十二點, 十二點一點, 現在我敵一下, 一夜, 然後今晚睡覺前一夜, 就是我兩三個小時, 現在我是未去到, 我現在還是清楚的, 真的有狀態, 當然不是近時好翻, 那種清楚, 是沒有那種眼蒙的, 那就是說呢, 可能那些肌肉開始有少少記憶了, 就沒有那麼快, 什麼,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因為它呢, 滴了, 即時有效, 即時有感覺, 因為它本身是會令到那個, 精體, 那個節狀, 肌肉收緊, 從而就會有一種好像對焦的感覺, 所以你第一次滴, 一滴下去都已經是, 即時感覺到很清晰, 看東西好像抹了窗的感覺, 但是因為你要, 持續地滴一段時間, 令肌肉有了記憶, 那你之後呢, 那個肌肉, 節狀肌肉就會抱緊, 那個精體就會, 長時間都會有一個很清晰的感覺, 就是它裡面的成分, 令到那個什麼肌肉, 折瘡肌肉, 折瘡肌肉, 會緊, 收緊, 正常本身就是收緊的, 是, 但是因為經過這麼多年, 是, 年多, 就是我身層代謝減慢, 或者有時候撞過頭, 它鬆弛了, 慢慢鬆弛了, 從而令到它慢慢, 那些東西越來越萌, 對焦越來越不清晰, OK, 令到看東西越來越不, 就是會有蒙蒙的, 有影子, 重影子, 那些情況都是慢慢走出來的, 是, 所以一滴下去, 它就會馬上收縮, 所以我們會有瘋瘋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 瘋瘋是因為角膜有發炎, OK, 牛王幫它消炎, 就會有一點點瘋, 他這樣每個人都發炎? 每個人都說瘋瘋的, 有些人是, 阿正你有沒有滴? 沒有, 你還沒滴, 每個人都說瘋瘋的, 那是因為本身的眼睛這麼多年沒有處理過, 很正常的, 但是當它長時間用了, 一、兩支之後, 第三、第四、第五支, 它就不會瘋瘋了, OK, 我現在還有一點點瘋瘋的, 都正常的, 正常的, 好了, 但是我可能是因為肌肉開始有些記憶, 所以我就沒有放鬆得那麼快, 所以我對焦, 那樣東西清楚了, 沒錯, 當然, 我現在要示範一次, 我只是說到這樣, 因為很容易滴, 最奇怪的是, 我開始滴眼藥水, 我不斷流出來的, 那原來呢, 可能是大滴的, 原來呢, 阿Victor 跟我說, 我漏出來的原因, 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那些濾管塞了, 濾管? 因為我也幫過很多人滴, 所以我觀察也看了很多的書, 關於它的情況, 是因為濾管有分前濾管和後濾管, 當它前防濾管塞了, 水不能進去, 你一滴, 它就會流出來, OK, 如果長時間是這樣, 通常那些角膜就會很乾, 那天經常都會覺得很乾, 很癢, 慢慢再延伸, 再去到一段長時間, 就會容易變成大內障, OK, 因為那個精體沒有濾水的滋潤, 沒有濾水, 因為那個濾管塞了, 是, 那個是內濾管還是外濾管? 外濾管, OK, 如果內濾管都塞了, 就這樣說, 內濾管, 因為防水正常出了, 會在前防濾管, 然後呢, 它就會流到後防濾管, 如果後防濾管塞了, 走不了, 它就會浸住眼底, OK, 令到那些血管容易在 情況下引起高眼壓, 就會容易引起青光眼, 哦, OK, 稍後我們先說一下, 眼睛也會中風的, 會的, 甚至乎, 影響我們的腦中風, 也因為眼睛的血管, 是啊, OK, 真的不說不清楚, 好了, 我現在呢, 這兩次敵, 我就是沒有流出來了, 那是不是可能代表我那個, 那個濾管呢, 真的沒有那麼塞了, 但是為什麼無端端會塞的呢? 濾管是人體最小最小的管道來的, 那其實, 血管為什麼會塞呢? 很多時候因為, 生活習慣, 譬如, 脂肪, 飲食, 夜睡, 很多原因會令到那些濾管塞的, 就等於血管而已, 濾管只是眼的血管而已, 眼的, 眼的淚水出的管道而已, OK, 人的血管塞就是因為, 脂肪積聚, 有膽固醇, 有很多不同的臘代謝垃圾, 有油脂, 那些無形, 那些無形, 血管也能夠通過我的濾管, 通濾管, 通血管都可以, 兩樣東西都可以通過, 各位, 正常,正確的, 我現在示範, 你要拉低下眼角, 當然你不要太大力, 如果要拉低下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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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低下眼角, 然後向著下眼角, 但是有時候, 沒有這麼準確的, 那你能在眼中間, 哪裏都好, 各位看看我, 我現在可能有形, 第一滴, 第二滴, 第三滴,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沒有漏出來, 對嗎? 不要漏出來, 挺好的, 現在漏了, 現在漏了, 我剛才洗手, 我推上去, 為什麼呢? 記得要洗手, 洗手洗臉, 因為它這麼貴, 我要推上去, 不要浪費, 但其實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 稍後再說, 水分子很小, 其實呢, 你碰到眼簾這樣, 其實它已經有作用了, 當然, 還是不要浪費了, 要先推上去, 哈哈, 我先塗一下, 一滴, 兩滴, 這三滴, 我都塗進那個眼角, 我要傾著它, 按摩, 哇, 哇, 是不是很舒服啊? 嘩, 舒服到, 再又清了, 喏, 它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神奇, 神奇在什麼呢? 你知道嗎? 那時候, 那個客人跟我們說, 那天我們去買東西, 他說原來去接觸, 他有一次在不知道哪一個, 好像在荷里活町那裡, 有人擺Proof, 就要擺一塊水, 定50元, 才給它試滴, 如果你買的, 就扣回, 譬如它開一瓶新的, 好, 你買一瓶的, 那麼, 530元, 你給我50元嘛, 你不買的話, 它就會灑走你50元, 嗯, 滴眼水也要錢, 是啊, 是不是有這樣的? 成本, 成本貴嘛, 因為它裡面的那些全部都是名貴, 中藥, 牛王, 人參, 紅花, 天然冰片, 那些, 但是呢, 都是每個人買的, 是啊, 每個人買的, 這一種, 我呢, 現在滴完了, 今天第三次了, 那我就一定會跟足他的, 一般來說呢, 你經常說一個療程, 是陸遵呢? 一個療程呢, 就視乎本身那個人, 是有沒有眼底的問題, 什麼叫做眼底問題呢? 就是說, 視網膜的病變, 包括了黃斑病變, 白瓦漿, 唐尿眼, 唐尿上眼, 非蚊症, 老花, 這些都是一些, 近視可不可以? 近視都可以, 但是這個不是屬於眼底病變那一種, OK, 如果眼底有病變的話呢, 因為它已經出了病變, 其實一定要先醫後養, 夠量的, 所以它一天呢, 起碼要滴四五次, 滴多一點也不怕, 滴密一點也不怕, 頭兩三支, 快點滴完不要緊, 最重要是它能夠進入去, 才可以幫得到它, 把眼底的血管, 類管通了, 而且呢, 最重要就是, 它這個木經大成呢, 最主要的精髓, 就是將裡面的垃圾清走, 然後通了它的經絡, 然後就可以做得到, 眼看東西就會很清的, 哇, 我現在真的清得很厲害, 我跟你說, 所以呢, 有眼底病變的人呢, 是一天滴四五次都不要緊, 滴六次都不怕的, OK, 但是呢, 如果沒有眼底病變, 純粹眼光難劫, 流眼水, 發炎紅筋, 就是普通的, 就是沒有眼底問題, 早晚一次, 每次每隻眼睛滴三滴, 兩樣都是滴三個月, 那就會很有明顯的改善眼睛問題, 那如果有眼底病變的人呢, 他滴完一個所謂的療程六支, 理論上也未必, 有些好了就好了, 他未必好, 那麼繼續滴, 自己會感覺到的, 是啊, 自己感覺到的, OK,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的, 不過呢, 很多問題之前, 我就在下一節, 介紹究竟, 這間是什麼廠, 什麼叫木經大城, 什麼叫木經傳承, 這隻眼藥水, 可以對應到一些, 什麼年紀的朋友, OK, 又或者你們有些什麼, 關於眼的問題, 好像剛才有一個網友, 有一個網友, 他近次很深, 就想去做Laser, 但誰知道, 醫生就發現, 原來眼細胞, 死到七七八八, Laser都做不到, 接著他就上來問, 這隻木經眼藥水, 有沒有效呢, 我真的不會回答他, 誰知道, Vica剛剛上來, 也解答了, 原來在一個條件下, 也可以用到木經眼藥水, 是什麼條件呢? 只要他有一個視網膜, 因為視網膜, 其實他的眼藥水最重要就是, 通血管,通淚管, 這兩樣是最重要的, 血管針對性, 如果他有視網膜, 基本上是眼疾, 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除了青光眼不建議使用之外, 其餘的眼疾, 都是可以改善得到的, 青光眼不建議使用呢? 既然說了, 那就不建議了, 但其實他跟我說了, 為什麼不建議呢? 不建議, 就不代表不行的, 那些事情你先問我, 好了, 雖然Victor上來, 下一次就正式教, 我們講這個木經眼藥水, 帶來這本, 嘩, 厲害啊, 看起來很厲害啊, 木經成全, 木經成全, 嘩, 裡面是硬皮, 厚的東西來的, 是呀, 這本是厚的, 那麼, 那這隻眼藥水木經, 跟Veloduk, 那些什麼, 諾敦, 或者那些其他眼藥水,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它就不同了, Veloduk那些沒有藥牌的, 沒有的, 這個是有香港藥廠的藥牌的, 有一個藥號, 有一個藥號是代表什麼的? 其實藥號呢, 其實就是, 因為它是藥的成份, 有治療的功效, 是有治療, 即是不是失票文, 是有治療的功效, 我不是藥舖, 我是不是可以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解釋一下, 如果它是單方的藥, 而拿藥號, 就是要處方的醫生, 但是如果不是單方的, 它的眼藥水是複方的, 有紅花、人參、冰扁、 原參、蔥慧子、 有六種中藥, 牛王, 所以它是一個複方的產品, 所以是可以買的, OK, 我也是這樣, 不然你會有很多親家的, OK, 誰知道Veloduk剛剛上來, 你也解答了, 原來在一個條件下, 都可以用到目的眼藥水, 是什麼條件呢? 只要它有視網膜, 如果它是, 因為視網膜是, 其實它的眼藥水最重要就是, 通血管通淚管, 這兩樣是最重要的, 血管針對性, 如果它有視網膜, 基本上是, 眼疾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除了青光眼不建議使用之外, 其餘的眼疾都是可以改善得到的, 青光眼不建議使用呢? 既然說了, 那就不建議了, 但其實它也跟我說了, 為什麼不建議呢? 不建議, 就不代表不行的, 那些事情你們先問我了, 好了, 雖然Victor 上來, 下一次就, 其實就正式教我們講這個, 木經眼藥水, 帶來這本, 哇, 厲害啊, 看起來很厲害啊, 木經承傳, 哇, 六年屌, 硬皮, 厚東西來的, 是啊, 這本是厚東西來的, 那麼, 這隻眼藥水, 木經, 跟V老督, 那些什麼, 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它就不同了, V老督沒有藥牌的, 沒有的, 這個是有香港藥廠的藥牌的, 有一個藥號, 有一個藥號是代表什麼呢? 藥號其實就是, 因為它有藥的成分, 有治療的功效, 不是有治療的功效, 不是有治療的功效, 那我不是藥鋪, 我不是可以買的嗎? 不是可以的, 因為它, 其實呢, 最主要就是解釋一下, 如果它是單方的藥, 而拿藥號, 就是要處方的醫生, 但是如果不是單方的, 它的眼藥水是複方的, 有紅花, 人參冰片, 原參, 蔥胃子, 有六種中藥的, 牛王, 所以它是一個複方的產品, 所以是可以買的, OK, 是啊, 如果不是, 你會有很多親家, OK, 只有一款, 由香港天壽唐藥行出品的, 菇嫂牌條經菇嫂丸, 盒上面, 印有香港政府認可的, 忠誠藥正式註冊編號, 更加列明香港製造, 和香港廠房地址, 還說明, 可以自經期, 和經前腹痛, 改善經期期間頭痛, 頭暈失眠等等症狀, 根據香港中醫藥條例, 所有在香港進口, 製造, 或者銷售的, 忠誠藥必須註冊, 我們就事件向衛生署查詢, 回覆說, 聖閣的中醫師已經去世, 20年從中醫註冊, 明察中刪除, 而個案中的男士向病人問診, 開一些查給病人, 以及店舖仍然寫著有註冊中醫字樣, 這些行為算不算是無牌行醫呢? 回覆說, 診斷, 診斷, 治療, 預防陰, 可疾病, 開出中藥材或中承藥的處方, 都屬於以中醫方式行醫, 只有註冊及表列中醫才可以作順述行為, 究竟這名男子算不算以中醫方式行醫呢? 大家可以… 藥材寶的掌櫃, 都會很多時候踩了線去觸犯, 例如他不是中醫師, 他沒有處方權, 但他又好像幫你很厲害, 我替你擺個墨, 我替你看診, 其實已經觸犯了無牌行醫了。 如果說自己只是收拾了食療湯包給人, 又是否可以呢? 而一般我們的食療, 通常都是… 可能是比較稀青一點, 和比較平和一點, 亦都不會針對一個病, 或者有人來處方, 不會叫你一兩男包行, 一兩檔心, 一兩太子心, 一兩北琪, 一兩當歸, 濃縮一碗水來喝, 我們要分得到這個是廚房, 這個是食療。 就事件, 我們向衛生署查詢, 回覆說, 根據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初步資料, 攝氏店舖並非任何中醫 或表列中醫的登記地址, 個案已轉介於警方跟進及調查。 好了, 回來了, 最後一次給你慢步今晚的氣浴, 大家認識就是木驚眼藥水, 可能現在暫時沒有這個需要的, 那就多了一種知識, 那如果你說, 喂, 正正的家人, 或者朋友, 或者自己的需要, 好像, 你就覺得五百百元貴, 但是, 剛才阿Victor說得對, 如果能幫到手, 真的要給他了, 你沒有辦法, 是的, 好了, 我想問問問你, 阿Victor, 為什麼會叫木驚? 木就是日字多劃, 即是眼的木, 木驚眼藥水, 為什麼呢? 典故何來呢? 其實呢, 它就是傳承於, 木驚大乘, 是這個眼科中醫的巨注的, OK, 即是中醫眼科巨注, 中醫眼科巨注, 現在讀眼科中醫, 都是要讀這本書的, 木驚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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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改名叫木驚眼藥水, 沒錯, 就是叫木驚眼藥水, 就是叫木驚眼藥水, 好, 繼續吧, 木驚大乘, 其實是源於清代的, 就是已經有一七七幾年的時候,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 最近都經常有很多, 關於清朝的歷史的電視劇, 譬如《燃禧攻略》那些都有, 其實是在說乾隆, 當時的主人翁就是乾隆皇帝, 大家就可以看看這個, 有記載的, 其實在萬歲爺進保事件那裡, 即是進若保底事件那裡, 有記載的, 就是當時, 因為乾隆皇帝大家都知道, 他有勤政愛民, 他是十全老人的, 基本上全部的事情, 他愛民就是, 是的, 勤政來說, 勤政的, 他不夠, 他爸爸那麼勤, 他爸爸真的勤, 勤政, 是的, 他自己, 全部奏摺, 日以繼夜, 日以繼夜, 全部都是自己一個人看, 又不假手於人, 所以, 因為他長時間, 敢去勞累, 加起來, 大家都知道, 他是十全老人, 經常打勝仗, 很粗勞, 所以, 有一年, 他就還了, 眼疾, 還了眼疾, 其實是打仗的, 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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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清朝一個很好的皇帝, 但是, 因為這樣, 就得到眼疾, 然後, 什麼眼疾呢? 就是, 現在我們經常都市人有的問題, 就是, 對得電子產品多, 會有什麼呢? 眼光, 眼劫, 流眼水, 他一有風吹進去, 就會流眼水, OK, 很多醫生, 當時那些皇上的御醫, 都醫不了, 接著, 他的身邊很得力的一個重要人物, 就是紀曉南, 嗯, 就建議他, 就看一看, 這個皇庭鏡這個醫生, 因為皇庭鏡本身呢, 他是考秀才, 但是考不到, 嗯, 接著呢, 他最深沉醉於醫學, 是的, 他, 這個穆經大成呢, 其實就是由這個皇庭鏡而寫的, 那麼, 他是拿了中醫的原理, 就是五輪大法, 其實因為他在說, 就是眼, 他眼分了五個部位, 五輪大法而已, 是啊, 不是發輪大法, 五輪的療法, 其實他將眼分了五個部位, 然後呢, 就是散死回到他身體的, 呃, 那五個內臟, 就是肝腎肺, 那五個內臟, 就是說呢, 其實是因為那五個內臟出問題, 給不到營養, 從而在眼裡反映出來, 那麼, 這個也不是他的發言來的, 我想他也是在中國的古籍裡面, 因為他自己最喜歡這個醫學, 是啊, 集合大成, 和自己再經歷一些思考, 沒錯, 書士就寫了這本, 叫目經大成, 但是他做重點就是, 其實他有一個叫金針撥障法, 有很多的內外治療法, 是他這個目經大成自己獨創的, 即是這個大成的意思呢, 即是可能除了他自己獨創之外, 所謂大成就是將他前人, 關於眼的描繪或醫法, 就集合於大成了,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目經大成就是這樣, 沒錯,沒錯, 是的, 於是就有了這個目經大成, 他就用這個方法, 就醫好了兩三個月, 記載是這麼說, 就醫好了乾隆皇帝的眼肝眼脅, 一有風吹進去就流眼水的問題, 於是就聲明大陣, 直到現在大家可以查目經大成,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現在讀眼科中醫的人, 都會轉門去收這個目經大成這本書, 那麼目經眼藥水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拿他的名字呢? 他是目經大成的肌理, 就是七代的中醫傳到現在, 就是由當時的黃庭醫生, 就一直傳到現在, 七代, 那由最原始的上山執藥, 就是煲來飲, 然後到現在呢, 經過了中間一代就是水劑, 再去到現在, 因為加入了一個叫AKK的高滲透的分子技術, 然後變成眼藥水, 直接入得到眼睛, 即是說, 他傳到來, 最初呢, 那個醫法呢, 就是水劑, 就是飲, 最早時期, 黃庭鏡的時期呢, 就是上山執藥, 就是煲你喝的, 如果要喝, 你要吸收, 經過一些器官, 即是給一些營養上去, 那就應該是沒有那麼直接, 還是會? 沒有那麼直接, 一定是, 因為你要經過吸收, 其實一定會有營養流失的, 那營養流失了, 實際上, 你喝了多少, 其實有多少是真正上了眼睛, 當然, 因為他喝了到他的身體, 其實根據他的五輪大法, 他調理了身體的五臟六腑, 其實對眼睛都有幫助, 但是實際上, 能去到眼睛呢, 可能就不是很多了, 就要久了, 是的, 好了, 那你一度傳下來, 即是說有這個依法, 是, 那我看回一些資料, 你們公司是2016年推出這個, 木經硬藥水的, 即是中間經歷了二百多年, 是, 那你老闆, 或者你的公司有什麼背景, 為什麼會有這條方? 其實呢, 因為它是一代一代的傳下來的, 那它是, 因為這條方, 其實中間呢, 即是詳細的方法, 我們就不能在這裡說,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 它經過了七代, 來到現在這裡, 那它其實呢, 在2009年的時候, 已經是, 在國家, 即是中國, 中央政府, 是有一個, 研發的項目是給它的, 是的, 然後到2013年, 它也入了國家一二五重點研發的項目, 因為大家都知道, 眼睛是很重要的, 其實, 很多年, 即是, 這二十年的科技, 更加昌明進步, 其實眼睛的需求, 濕平民的需求, 或者直接幫得到眼睛的需求, 其實大很多, 所以呢, 根本上, 全世界呢, 都很重視眼睛的保健, 這樣東西的, 所以呢, 一二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 那個國家一二五的研發項目, 然後, 在香港衛生署, 呢, 申請約號, 其實是2003年的, 那你的公司, 其實是大陸公司, 香港公司, 用了十三年, 香港公司, 那為什麼有什麼國家約號, 那些, 因為它的 form, 本來是由中國傳來的, OK, 然後, 因為我們的廠, 其實是香港的, 然後, 我們在香港, 就在衛生署, 註冊這個藥號, 就由2003年開始, 那去到2016年1月, 才拿到臨時藥號, HKP12333, 用了十三年時間註冊的, 即是說, 它是有藥效, 就不會有VLODC, VLODC那些, 是滋潤, 它只不過是燒鹽殺菌, 還有, 其實它是那些叫做人造濾水, 那它只不過是令到眼睛沒有那麼乾, 但是因為, 其實人, 正常最好就是, 它自己的濾管分泌濾水, 讓它滋潤營養眼睛, 你剛才說呢, 那個, 新的技術, 就是那個AKK技術, AKK高滲透, 其實就是這個技術, 令到這隻眼藥水的誕生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是高滲透, 什麼? 它是經過眼, 譬如大家滋了下去之後, 怎樣去得到全角眼球呢? 即是裡面, 對, 去到視網膜, 其實它是經過上下底層, 有一個叫麥樂膜, 然後在麥樂膜滲透, 入到視網膜, 然後在視網膜出回去, 視網膜之後, 就是黃斑, 整個視網, 是神經, 是乳頭, 然後去回晶體, 就是那個玻璃體, 就是我們叫它眼球成個結構, 有非蚊症的地方, 就是玻璃體出問題, 然後去回角膜, 晶體, 整個眼球這樣保護, OK, 其他眼藥水做不到, 就因為它有高滲透, 就是那個AKK, 因為人的眼睛有眼壓, 眼壓就是阻止, 譬如你去游水, 那些水進去, 就是不讓它進去, 阻止不了, 因為人的眼球有眼壓, 我們這個技術, 就是因為可以穿過眼壓, 可以進入到的視網膜, 所以才會這麼值錢, 可以將中藥的藥份, 例如牛王, 人參, 冰片, 紅花, 原心, 蔥位子, 六種中藥, 可以帶進去, 通經樂, 就是因為有這個技術, 大家信不信中藥, 不要緊, 我相信自己, 我相信自己的感覺, 真的很棒, 好了, 那究竟可以針對什麼眼疾, 我剛才說了, 其實如果這樣說, 基本上我視網膜還在, 或者是青光眼以外, 我什麼都可以了, 是的, 如果我沒有什麼, 大家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眼底病,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眼科醫生檢驗眼, 一個就是有些視光絲, 有些是可以看內眼的, 他那些眼鏡店, 其實視光絲有分一仔排和五仔排, 就是如果他有一仔排那些, 他可以幫你去驗眼底, 你要知道眼底有沒有事, 他一定要放大瞳孔, 你驗眼底的, 那如果普通五仔排那些, 他只能夠, 就是禁視, 就是普通視光絲, 就是驗眼, 即是一仔排那些, 你去看, 其實我想, 去到四五十歲開始, 兩三年或一兩年都驗眼都, 要的, 其實是驗眼底要驗的, 是呀, 因為你現在, 其實你說我沒事沒事, 正如我上次和Vitter說, 其實多數都有事, 因為有的事未必是大件事, 可能失去淚管, 可能你身邊有發炎, 你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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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會紅出來的, 好了, 那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實我真的想問, 你老闆, 定家的時候, 你們定家的時候, 有沒有想, 市場這樣, 一支, 其實, 如果大家, 就這樣看它的價錢, 去對比, 譬如, 一些市面上的, 一些眼的滋潤, 那些人造濾水, 你當然是覺得它貴, 是, 但是, 它是一個有藥號的眼藥水, 是有治療功效, 嗯, 而且裡面, 全部都是名貴的中藥, 其實, 你問我, 五百多元, 去保護眼睛, 就算你一個療程, 三千多元, 對比起, 如果真的有眼睛, 你不理它, 出了眼底病變, 去到有白內障, 做一個白內障, 都要一萬多兩萬元, 還要很多, 一隻而已, 一隻眼而已, 還要排隊, 又要等到, 很多時候, 人家只能排隊, 一隻排隊, 第二隻又說有事了, 做兩隻, 可能又要等了, 接著又要幾萬元, 接著, 黃斑病變, 黃斑病變, 這個是關乎到, 其實, 因為我媽媽本身有黃斑病變, 都是用眼藥水, 醫好了, 所以, 我很最深希望, 將這麼好的東西, 推給大家, 讓大家認識, 如果我, 她的, 炎完眼, 我沒有什麼眼底病, 或者, 我眼底病好了, 用眼藥水, 我真的最關心, 我也要想, 為那些客人, 是什麼, 我, 應該要怎樣用呢, 可以經濟一些, 用來保護眼睛, 譬如, 我沒事了, 痕痕痕痕痕痕痕, 應該怎樣用呢, 你建議, 剛才說過, 如果有痕痕痕痕痕, 一日滴死不遲, 滴多五、六次都不怕, 因為是先醫後養, 最重要是你夠量, 能夠進去, 清掉裡面的垃圾, 通到經絡, 然後, 營養了眼球, 然後等到, 譬如你用了一個療程之後, 你已經覺得好, 大程度好了, 因為你, 通常有眼底病人, 都一定有醫生跟的, 多數都會去看醫生, 如果已經是, 到時醫生說, 情況好了, 或者你本身自己, 沒有看醫生, 但是你看東西清了很多, 你可以自己感受到, 那你就可以到時, 慢慢再減回量, 慢慢減回量, 譬如一日兩次, 是的, 兩次當保健, 那如果一日兩次, 那可以用多久呢, 如果一日滴兩次, 每次滴兩滴左右, 那一支可以大概用到一個月, 即是, 如果五百多元一個月, 保護眼睛, 那都勉強能接受到的, 都可以的, 好了, 你有沒有什麼案例, 即是之前, 你做了這麼久, 即是, 你剛才說, 你媽媽是黃斑病變, 黃斑病變很慘, 有沒有其他, 即是, 我見到一些, 即是, 有時候我們上一些forum, 見到很多, 有些, 即是, 講一些有目的價值, 你有什麼親身的經歷, 那些網友, 是什麼事情, 他都可以做到呢? 其實, 我遇過, 簡直是有個, uncle auntie, 即是年紀大了, 都七字頭以上的, 那麼, 醫生就說, 他可以做得到白內障疾手術, 即是, 所謂熟了, 以前呢, 就是講熟了, 現在其實呢, 基本上呢, 他用一些先進的科技, 其實你未熟, 他都可以幫你做出來的, 其實所謂熟了, 就是那些, 政府醫院, 我覺得呢, 真是拖來的, 說真的, 現在技術呢, 你夠備了, 想付錢呢? 是的, 已經做得了, 做得了, 他就不想,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雖然很多時候, 做白內障, 很多醫生都說, 這些很小手術, 基本上風險很低, 但是始終在這麼小的眼球裡面, 開過刀, 然後呢, 將一個晶體拿出來, 再換一個晶體進去, 實際上, 特別重要幾十歲, 其實那個年紀, 復原肯定慢一點, 基本上不是, 即是, 起碼都會有幾個%的視力, 是會受影響的, 就算成功, 做好了手術, 他就不想放, 他不想要自己有這麼, 面對這樣的風險, 於是呢, 他就, 那時候就認識了我們那時候, 就是做很多剪的, 在剪銷的會展裡認識了, 於是呢, 他就滴了三個月, 嗯, 之後呢, 他回來跟我說, 他說, 醫生說他不用做手術, 我也看他很開心, 嗯, 是啊, 三個月真的四五瓶, 那樣的, 六瓶, 他真的天天不停滴, 很密地滴, 其實很多, 很多朋友, 他最主要就是, 拿回去之後呢, 初初就很有心機滴滴滴, 慢慢地又不記得, 又不是, 但是什麼道理, 令他那個白內障, 沒有了呢, 其實呢, 白內障, 大家要知道, 白內障, 白內障, 其實就是眼角膜後面, 那個蒸體, 混濁, 其實呢, 因為蒸體, 他本身呢, 就沒有血管的, 他是靠淚水, 靠淚管有淚水, 給他營養滋潤, 去清洗, 我們叫做蒸體, 那如果, 因為那個淚管塞了, 導致那些水, 進不了去, 角膜, 眼乾的人呢, 多數, 去到一段年多之後, 都很容易有白內障, 那然後呢, 他就, 因為他越來越髒, 又沒有東西清洗, 就算你, 人造淚水, 他都進不了去, 他不會清洗得到的, 那個越來越髒, 就越來越萌, 因為那個蒸體, 其實就是淚光, 看東西就越來越暗, 越來越萌, 所以就越來越差, 覺得, 這樣變成, 再驗的時候, 一開始是不為意的, 肯定到了, 可能十年, 慢慢越來越差, 你才走去, 人的意識, 才會去看醫生, 是的, 那時候, 你還未會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慢慢, 你就會去看醫生, 才發現, 都發現了, 其實已經有病變, 那就變成, 我們的硬藥水, 就是可以通淚管, 等到淚水, 然後可以滋潤, 清洗, 那個蒸體, 其實事情就慢慢解決了, OK, 這個是白內障, 我看見你拿了東西, 我給你用一下, 看看你拿出來, 看看他們是否看到, 其實是這樣的, 我主要是想說, 一些, 嘩, 真的很認真, 其實, 如果大家, 真的有看過很多報道, 都知道, 其實, 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眼中風, 腦中風的問題, 因為, 很多人, 其實, 大家有沒有覺得, Wooker有點像劉南光, 是的, 有人說他像, 鄧炳強, 是的, 兩個, 我剛才想說, 是, 鄧炳強, 柳南光, 我有一些明星相, 是, 那些, 斯羅柳南光, 好, 你繼續講, 因為, 眼底, 其實視網網有很多血管,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一有塞血管, 它就會增生, 變成, 就會出了很多血管去視網網, 一些血管一多, 它壓力一大, 一滲漏, 就很容易會有黃斑命變, 然後, 那些血管一塞, 那些血流不到去腦血管, 眼血管是連著腦血管, 就會導致腦血管珠塞, 慢慢就會形成老中風, 最初才是眼中風, 然後, 慢慢就會形成老中風, 老中風會吃牛王解毒, 軟了, 我有, 沒有問題, 老中風很慘的, 就是已經去到, 老中風可能, 看看你是, 那件事, 那個人是大中風還是小中風, 如果是小中風, 都還可以即時, 即時, 即是說, 老中風的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可以是因為, 眼中風, 是的, 眼血管阻塞, 阻塞了, 是的, 而這一隻, 目擊眼藥水, 就可以幫到你通血管, 是的, 於是你老中風的機率就會低一點, 即不代表一定沒有, 是的, 是不是這樣解釋? 沒錯, 沒錯, OK, 但老中風除了眼, 還有其他事情, 很多原因, 譬如你脊了一些血上去, 是的, 很多原因,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減低了, 有老中風風險的原因, OK, 好, 繼續, 第二樣, 就是, 不要亂滴, 有防腐劑的眼藥水, 其實市場上面, 有很多眼藥水, 都有防腐劑的, 大家真的, 如果要滴人造類水, 大家要注意一下, 即使要滴人造類水, 是的, 如果有防腐劑, 其實, 或者是劑量多還是少, 其實那些是甚麼來的, 如果這樣, 為何不滴身理的眼藥水都可以呢? 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它根本的作用, 就是為了滋潤眼睛和思維折菌, 其實你滴那些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它不是要進去, 進去都不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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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技術, 所以, 難怪我沒那麼舒服, 其實我滴了那麼多人, 我今天才細聽, 因為是很不同的, 那個感覺, 滴眼藥水和滴眼藥水, 是的, OK, 好,繼續, 所以, 因為有很多的報道, 有很多醫生都出來說的, 其實呢, 如果防腐劑, 它是會令到有一些很大的問題出現的, 會令到容易有眼光, 眼壓高, 青光眼是嚴重的, 會引起, 有機會引起青光眼, 另外有, 流眼水, 或者是, 看東西很蒙, 這些是, 防腐劑, 過量情況下, 有機會引起, 所以呢, 大家就, 最好, 要小心, 去用一些, 即使要滴那些都要選, 要選, 要選, 要看, 市場上太多眼藥水, 即是, 大家要注意一下, 即是, 希望給一些, 一些知識, 當是大家掌握一下知識, 喂, 阿正有沒有看過網友, 有問過有沒有, 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做過白內臟手術, 白內臟手術, 就能做白內臟手術, 可以用嗎? 可以用, 我解釋給你聽, 其實做了白內臟手術的人, 其實你如果再問他, 他們很多時候過了一兩年之後, 有些甚至可能大半年, 都會再問的, 剛才我也說過, 其實白內臟是因為精體運軸, 其實他本身, 你換一個新的精體給他, 你也是沒有辦法清洗精體, 因為他又會運軸, 因為那個對管失了, 即是, 問題沒有解決到, 沒有解決到, 除非你又再, 再換一個新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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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過多, 譬如一段時間, 很多人做了白內臟, 之後都是覺得會蒙的, 但這麼快, 幾個月, 一年就會蒙? 有試過幾個月的, 多數會可能一兩年, 多數會一兩年, 所以, 即使做了白內臟, 你滴冷藥水, 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沒有副作用, 其實很多人會問, 你冷藥水, 剛才我提到, 叫大家不要用防腐劑那些, 小心點, 不要減弱防腐劑, 究竟它怎麼防腐呢? 其實它就是用中藥裡面的冰片, 天然冰片, 就是一個最好的防腐劑, 嘩, 我覺得我的老花不好了, 我現在這樣也看到, 不用這樣看, 厲害, 人心, 體愛, 培育牛王, 紅花, 天然冰片, 那個不知什麼子, 還有原心, 很細小的那些字, 我可能好一點, 冰片就是用來防腐, 防腐, 明目去逆, 其實開了之後, 可以用多久? 我用30天內用完, 因為衛生署規定一定是30天內的, 但實際上, 我們都建議, 如果你本身是, 其實你買了眼藥水, 你為了眼好, 你都不要淪色, 眼是靈魂之槍, 說真的, 你很多的觸感, 你是未摸到, 未聽到, 你就已經看到, 你如果眼睛看得清楚, 其實人都開心很多, 你做什麼都開心一點, 眼睛很重要, 眼睛很重要, 在風風面面, 我那時候有些東西, 不用觸感, 一看下去就來了, 眼睛很重要, 未必要摸到, 你看到就來了, 還有什麼呢? 非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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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玻璃體, 眼球的玻璃體, 纖維營養剝落, 這個眼藥水, 其實會營養回眼球, 會讓玻璃璃, 玻璃體的玻璃體, 那些纖維營養, 會甜的, 從而, 但是因為有, 有非蚊症的人, 它其實是看到, 好像小蟲, 動一下, 動一動, 動的會快, 很大條, 影響, 其實滴了眼藥水, 你說是否可以完全沒有了, 其實就要看看, 究竟它有多嚴重, 還有, 它吸收有多好, 其實, 在很大的情况下 有很多非敏症的病人 我都问过他 令到他移动的影子 越来越暗 越来越浅色 由移动变成不移动 光调差很远 光调差很远 看东西就差很多 有这样说 大家想想 我在买濕条文 我买了一些藍莓素 对眼睛很好 我们也买了这么多年 我的客户都很喜欢 喝完真的没那么疲 但如果照样看 我们经历了 在腸胃也没那么疲 他也能够上去眼睛 就是说我吃了什么有料到 如果我滴了这种是否可以不用喝呢 其实呢 两样东西 大家刚才都听我说过 其实他这个中医的肌理 就是一个五轮疗法 五轮疗法 其实就是把眼分为五个部分 然后反射到人 心肝皮肺腎五个器官 其实眼是反映了你心肝皮肺腎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眼有时候眼黄 眼有些某个区域出问题 所以说眼黄就可以干干的 是啊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我们的眼泥水有什么特别 你下次可以将这个稿 给我们在电视播出来更好 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我讨论了乾隆皇帝御庸 百年传承 二百五十年历史 AKK技术 然后就是皇室御庸 泰国皇室御庸 其实他还有两个很厉害的东西 是可以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的 第一个厉害的就是泰国皇室的成员 泰国皇室是全世界最有钱的 他们这么有钱他有什么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都将这个产品列为皇室成员御庸 就是说他们都用过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之好 帮得到他们的眼睛是很好 所以就是皇室成员御庸 而且这个眼泥水 亦都是入选了国家的军备 军备的 军备的祖国 是的 而且现在最新通过了国家的国礼 一带一路的国礼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说是国礼 送给这一带一路都有 送给来访问中国领导人 送出去给别人的礼物 是很厉害的 即是等于以前那些人来召公的时候 回礼 我就回礼 就是回礼 你想想 就是一个很好 你可以看到的 这一带一路的国礼 实际上有个数字的 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你有什么 那你知不知道国礼有什么 诶 詳細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是哦 那我是不是要找些东西给我们国家送一下 即是我也要找些东西 我那个血管清豆腐 我的醋 是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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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说 就是 一带一路 或者 是不是甚至乎 其实不是一带一路 这个是一带一路指定的 是啊 第一个 譬如美国佬来到 我们就未必会送这些东西给他 那看看领导人送给 当然他不是其中一个产品 就是他国礼也有其他的东西 OK 即是说 起码 共产党都觉得这些东西 行啊 肯定有人用过 一定是厉害的 OK 不会失礼国家 一般二百多年历史 一定是厉害的 OK 好了 今天呢 就是差不多了 就不用特别说那么多了 那我呢 都仍然是这样 因为 为什么呢 其实我和他们 大家商量过 就千万不要做烂事 所以我都是 明天是588元公价 那其实 就是利向微中取 不过 如果买个6支 他在这里 我也是这么说的了 那我都有个 special offer 给这些用户 我都不记得是九折 应该是九折 买个6支 就是九折 就是这段period 过年前 那我其实很推荐大家 真的要试一下 其实我们最近买了很多支 大部份都是买一两支 用来试的 那我可以很信心 还有很多网友问很多问题 不如问 你们全部问题呢 你就WhatsApp 8481079 我们再给 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些很多啊 比如说 中过风 血管出血啊 有人工 硬的晶片啊 他又行不行啊 有人问戴康 行不行就先说戴康 其实不用那些 因为是高滲头嘛 我理解到 是 就算 其实是一个好表面的嘛 那我一滴了 在眼角上 他就滴在里面呢 所以戴康 都是滴得的 滴得的 戴着康 都可以滴 戴着康 都可以滴 OK 没问题 是 今天就是这么多了 OK 为什么嘉宾会戴眼镜 他问你 为什么会戴眼镜 我真是串钩你啊 玩东西啊 玩东西啊 那么近视 刚才说过呢 近视散缸呢 其实是有作用是帮得到的 是 但是也要视乎究竟是有多深的道数啦 以及吸收多少啦 吸收多少啦 十四岁以下非常之好 是很快减近视散缸 即是说你才两三岁都可以用的了 可以的 可以的 没问题的 其实是多少岁可以用的 呃 两三岁 BB就不要啦 就是两三岁 起码大过少少啦 嗯 就是我们有时见到这些天生 比如 Teenager 不是Teenager 那些 那些 那些是 年纪是很小 两三岁的那些呢 他戴着那些矫 即是远视镜呢 那些应该可以用的啦 用得的 用得的 他说我孙子十四岁 我孙子十四岁滴不鬼的 我还这么说 耶 讲一下 就是反而是 更好效果 是呀 因为禁视散缸呢 就不是血管的 关系的 是 禁视散缸是眼球变了椭圆形 是 那是肌肉的问题 是 那他的眼药水 如果小朋友的眼球肌肉 还未成形情况下呢 你给他滴得多些 他那个 肌肉回复回原型的机会是快很多的 OK 那我现在 这个肌肉 你说原型肌肉就是跟刚才你讲的那个 那个肌肉就不同了 不同 即是禁视散缸是个眼球 整个眼球的结构来的嘛 是 刚才我说眼疲 没有那么疲 就是因为那个肌肉 那个是 那个是 折状肌肉 折状肌肉 那个是 那个是 精体后面 抱住那个肌肉 包住那个肌肉 其实叫折状肌肉 那个我就松了 所以我一 滴下去 那一摆 定我不好 用我的耳朵 那一刻我就会清楚了 是的 但是小孩子近视 譬如我都心里面试 就是整个眼球的问题了 那我又没有可以帮助成千度近视的 可以帮助到的 但是我可以帮助多少就 未必有小孩子那么快了 那个效果 我也有很多案例 有些案例说 是 是 我带了一些东西来的 当然希望和一些 粉丝分享一下 他们看不到的 真的 碑里哥的粉丝 是的 有几个案例的 譬如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譬如 他这里有两只眼 这两只眼 就是说他发炎 那些发炎 那些是很快的 譬如你一日滴 五、六次 有个疯瘡 发炎那些 因为他牛黄 有疯瘡 眼疯 非常好的 两天就好了 两天每天滴五、六次 其实两、三天就没有了 是的 我也不好了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 不同的人的情况 他又 有禁止散光 滴了四个月之后 就是 一只眼 禁止 看看 左眼 那个散光 就少了25度 然后就是 右眼的禁止 少了25度 没有少 这个滴了几个月 也有一个案子 不是几个月 而是 滴了二十几天 就已经是 那些网友 是减了五十度 减了二十几天 减了二十几天 减了五十度 减了五十度 是啊 很厉害 我减了二百度也很好啊 是啊 慢慢减了 因为其实 他很多时候 眼里面 里面很多垃圾 很多 里面的血管 失了 或者很多 很多不通的东西 那你通回它 其实用中医基礼 一个字就是通 滑血化语 其实你已经可以 将眼看的清很多 你的倒数 自然就会减了很多 好 那今天呢 就不要太晚了 不要坐 邓兵强 不停这么久 我真的完解完次 邓兵强 问题的就是 84811079 你将你的问题 WhatsApp去84811079 那我们看完这问题 我们会综合回答的 又或者我们会 Forward 给Witka去回答你 但其实呢 我觉得 都基本上 除了青光眼之外 似乎都没什么 只要你仍然有眼角膜 是不是 视网膜 有视网膜 那你就OK的了 没错 好了 那风火赤眼红眼 这个拍二拍光这些 正好什么 不需要读 OK 好了 那我们明天再说 拜拜 记得上来买 580元一支 6支就是9支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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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